这个碗子我能保证您一小时之后吃还是脆的 蒜和黄酱加香油给它调和成一个老虎酱 这一定要提前做啊 为了让那蒜的更出味就蒜调和成了 要备花椒这么多就够了 咱们做个椒盐 用手一捏又脆 这花椒才算备到位 用那小料理机 给它碎完了之后 花椒呢一定要过炉 这上面那颗粒是干嘛呢 您家里边要做个水煮啊 麻婆豆腐或者麻辣豆腐啊 可以使这个啊 花椒也就二十多克 这个盐呢是花椒的一倍嘛 花椒盐里边一定要跟一点味精 一会儿现炒的花椒盐 咱们选这个肉呢一定要选肥三瘦七 我这买的是前腿上的肉 一定要买硬标的肉 炸个丸子了呢才好吃 有口感 咱们今天炸一斤肉的 这是364克 然后咱们再来一块三两个标 这就是咱们肥三瘦七的这个概念 65克的淀粉 用水给它卸上去 80克的水 咱们剁的时候呢 一定让它有颗粒感 别成肉泥了 你要是香味不爱吃 那你搁点葱姜水 那盐呢一定要少来啊 两克到三克就够了 来一点黄酱 胡椒粉 来一点 胡椒粉 再一克左右就行了 药酒或者黄酒都行啊 咱往里边一放 让它把水分吃进去 淀粉过匀就行了 您这边搅两下 反回来再搅两下 千万别让它上劲了 上劲了就吃不来的脆脆了 这是我提前炒完的熟制 快炸的部分咱们再放 今天咱们用菜籽油 您要后边做菜呢都要用了它 菜籽油它有一股生菜籽的味 您足够到250度260度 它不会出香 大家看这油特别清楚 看上特别稠 好 现在咱可以开炸了啊 这骨炒的看到吗 往外挤 再来一下 这就行了 这一定行 您可以往来烙了 来烙出来 在这 油温生起来 再炸一次 这次请炸的 就是让它炸熟 第一遍定型 第二遍炸熟 第三遍炸脆 再来一下 我先给大家捏一下 听听这声音啊 这个呢是老骨酱 传统味的就是这个椒盐 大家过年过节 都会在家里边实现 这个平常来个朋友 您就个小酒真的一点都不费事